东海商圈列入战时现场饮食的营业范围 现场饮食是不可以的 这180个个案当中有一例在台中 它主要的足迹范围是在东海商圈 所以按照防疫指挥中心的指导 我们会把再增加东海商圈列入战时现场饮食的营业范围 现场饮食是不可以的 原来上午我们在第一波宣布的是11项管制作业 11大行业的管制作业 那配合中央CTC所做的宣布 我们增加为23大行业 这23大行业即日起关闭 包括这23大包括视听歌唱业 三温暖 三温暖是早上没有增加的 那现在加进来三温暖 五场业 五厅业 酒家业 酒吧业 特种咖啡茶室业 夜店业 饮酒店业 资讯休闲业 电子油气场业 另外有包括指压按摩场所 麻将休闲馆 以下这些都是中央新增加的 包括夜总会 俱乐部 录影节目带 播映场所 就是NTV 那理容院包括观光礼法 视听理容 保龄球馆 撞球馆 健身中心 包含我们国民运动中心 室内萤幕式 哥尔夫球练习场 游艺场所 电子游戏场 以及其他类似场所 所以这23大行业 即日起要关闭 请大家务必配合